哈喽大家好,我是干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极简包柜 那在开始前呢 先做个小调查 屏幕前拥有四个极以上包包的小伙伴 请在弹幕里扣一个1 然后在扣1的小伙伴当中 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包包杯的 就再扣一个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拆 日本的人气造型师 珊珊绿子的这一本 叫做三色妙穿搭的书 作者在书中根据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 总结了我们每个人包柜中 必备的四个类型的手带 从而去帮助我们解决 总是觉得没有包包的问题 那大家呢也可以边看边去思考 自己的包柜中是否有对应的 款式的手带 那第一个必备的款式呢 就是托特包了 也就是大型的手提袋或者购物袋 适合通勤旅行或者出差的时候使用 大家在去选择托特包的时候 要注意这几个要点 那第一个呢就是自贫一定要轻 TOT的容量通常都比较大 加上我们使用的场景的也通常是会装比较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这个包它的自重就很重的话 那使用性基本就是零了 所以材质上该会更推荐这种帆布拼皮的款式 或者是带涂层的防水帆布 够轻便够耐造 容量上呢大家根据自己的身高选就可以了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长程宽在40x30以内的都是适合大部分的身高的 那如果你的身高在1米65以上的话也可以选到我手上这种就是宽度在40到50之间的 形状上呢长方形梯形或者倒梯形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干粮这里专门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我们尽量要去选这种 它的宽度是大于它的高度的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去拿取东西 颜色上的作者就建议选基础色 黑色 棕色 焦糖色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衣柜里的主色调来选就好了 然后本着咱们这个栏目一贯的干货风格 干粮这里呢也推荐几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TOT给到大家 比方说这一款Jill Sander的帆布拼皮的 简单大方而且很轻便 还有我刚刚买的这一支Lulamon的纯布面的款式 它的自重很轻 而且它的空间分割也很细 非常的适合蔬菜和旅行的时候用1000出头就可以拿下 另外就是很多品牌都会出的防水帆布 大家如果预算充足的话呢就可以去买LB Goya的 那如果想省一点钱的话呢就可以考虑Tory Birch 然后刚刚这里尤其推荐AirHindmarch的这一支涂层包 有品牌标志性的大眼睛超级俏皮可爱 那作者推荐的第二个我们包柜里必备的款式是肩背包 适合我们在聚会和约会这样比较私人的场合使用 材质上呢就首选皮质的肩带可以长一点 能单肩能斜胯是最好的 那链子呢如果可以拆卸的话就更好了 这样关键时刻还能当一个手包来用 那形状上呢作者就会建议买这种长方形的 然后轮廓感比较强的 这样呢更不容易变形也更不挑长盒 那尺寸上呢根据我的经验 长程宽在22x15左右的 是比较不挑身材的 大家可以在选的时候参考这个尺寸 款式上呢干粮就比较推荐简洁的款式 它的表面是镜面的或者有少许的装饰的都可以 这样的包包呢能够匹配大部分的着装风格 不会喧宾夺主 这个部分的包包推荐呢 轻车里Terry Burch的Mila Boy家的Fred Pico家的762M都是质感很好 又很简洁的款式 大牌里Salina这一支Taboo 是我最近比较长草的款式 质感很好 自重很轻 也推荐给大家参考 那作者推荐的第三个包款呢 是无袋手提包 它的大小可以介乎Tote和煎杯包之间 纯手提或者是手提煎杯两样的款式都可以 比方说这两年很流行的夜下包也是OK的 那材质上呢还是首选皮质的 在款式的选择上相比较前两种 可以有更大的弹性 稍微有一点设计感也是没有关系的 比方说三角形的半月形的材质上硬挺一点或者软大一点都没有关系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做妆风格来选就可以 如果说我们日常偏休闲的衣服多那就增加一个偏休闲的款式 相反如果我们的通勤需求更高 那就增加一个相对来说更正式的款式 颜色上呢如果不想重复就可以错开Tote和煎杯包的颜色 但最好还是从百搭色里面选 比方说浅色调的明色和白色我会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在这个部分的款式推荐上 Mason Magella的这支软弱的异形手提袋 Mainotelier的这支半月包 Bi-Fi的双胆包 Jer Sander的Goji竹节包 和这支尖杯两用的手提包 以及Loyway Puzzle新出的腋下包都是不错的选择 给大家参考 那到了这里呢在作者看来 从使用场景来说这三只包就够用了 没必要再买更多的包 那大家如果想再添加一个包的话呢 作者的建议是可以增加一个为我们着装 增加轻盈感的环保袋 相比较颜色鲜艳造型可爱的款式 作者最推荐的是那些跟任何颜色都不会打架 而且不会影响着装风格的白色字母款 形状上的大家可以选择高度大于宽度的款式 会更简临也更时尚 环保袋不管是周末还是休闲的场合 出去背一下都很好看 而且如果不追求品牌的话 20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质感很好的 盖量会推荐大家买有完整意思的 或者能够去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这样的字母款 那最后呢作者提醒大家 包包应该是我们整体着装的配角而不是主角 所以大家在去选择包包的时候呢 要尽量去避开那种品牌标志非常显眼 或者有两种以及两种以上颜色的包包 否则呢就会破坏整体的搭配平衡 最后愿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极简包柜 我是爱分享穿搭技巧的干粮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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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